专访太阳花学运之父 最优教掌杜振胜院士 台湾主题教育之路的先驱 最优教掌太阳花之父当之无愧的中研院院士杜振胜 2021年8月22日有梦上水第34集接受阿扁专访 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从道士世家出院士 到党工出身的郭云忠老师一句话如何影响他一生 让中国上古史的权威学者告诉大家台湾是否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一位50年的大中国意识的民族主义者 如何成为台湾主权意识的民族主义者 童心原始官以人为主体 不只故宫举办台湾诞生的展览 并建构台湾主体的教育之路 最后谈谈中正妙改名三之小朱庆竹南书等争议 再欣赏好听的母亲的名叫台湾语岛语天光 平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